婆婆发现了儿媳的奸情 没过几天 婆婆竟然死了 只见赵树晴赤身裸体的躺在地上 身子已经僵直 经过层层排查 儿媳的婚外男人进入警方的视线 后来就想通过奸污赵树晴使其封口 原本只想奸污情人的婆婆 可婆婆却突然死亡 凶手会不会是儿媳的婚外男人 婆婆出事了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4年3月6日 北方某村的一个农家院里院门大开 突然里面传出一个女人惊天动力的喊叫声 然后就见女主人王英 一边尽叫一边向外奔跑 大喊着救命 对邻居说 婆婆出事了 出大事了 大清早上 王英在大街上惊天动力的呼叫 把自林巴舍都喊来了 人们拥到王英家中一看 原来是王英的婆婆赵树晴被害了 乡亲们看着现场的惨状 一边安慰着被吓着惊慌失措的王英 一边打电话向派出所抱了枪 民警很快赶到王英家 并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鉴定 现场发现 王英的婆婆身中十几刀 并且刀刀执命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会对一个家庭妇女下如此重手呢 民警首先在村内进行了调查 调查反馈 王英的婆婆现年五十多岁 是一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 十五年前丧夫后 靠她一人拉着未成年的儿子过日子 辛苦持家 为了生计 在家里开了一个加工厨具的作坊 虽说小有收入 但也只能保证衣食无忧 这样的经济条件 家中不会有多少积蓄 也不至于招来歹徒深夜 盗窃抢劫 最关键的一点是 并没有发现 王英家中有财务丢失 既然排除了屠材害命 从刀伤的深度来看 刀刀入骨 对一个老年妇女下这么大的猛烈 会不会是有仇杀的可能 调查发现 王英的婆婆丧夫十多年来 一直是低调行事 再加上为人老实 很少和邻里发生矛盾 这样一个老实本分的农家妇女 是不可能招人如此仇恨的 在调查中 也未发现 王英一家有仇人存在 所以就基本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既不是屠杀害命 又不是仇杀 那么会不会是存在强奸杀人的可能呢 出于这个考虑 法医又对王英的婆婆进行了专门的检查 检查认定 王英的婆婆生前 并没有遭受性侵 随着仇杀 盗窃和强奸引发的杀人推断 被一一排除 警方又从现场留下的刀痕上 来寻求突破 从刀上的深度来看 凶手应该是青壮年男子 力气比较大 从刀上的数量来看 凶手一定是对王英的婆婆 怀有很大的仇恨 王英的家人没有和别人发生过矛盾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凶手对王英的婆婆 产生如此大的仇恨 以至于将他残忍杀害 凶手既然是个青壮年男子 他既没有抢劫 又没有性侵 那为什么要深耕半夜 突然闯进这个 只有婆媳居住的民宅呢 警方重新研究了 对王英的询问记录 根据王英的口述 事发当天夜里 王英一人在隔壁独睡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 见婆婆迟迟未起床 她一打开门 才发现婆婆已经被害了 当时她被吓得神志不清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看到来了好多乡亲 后来又看见有民警来到了家里 她才慢慢的缓了过来神 而根据法医的鉴定 王英婆婆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当晚零点左右 当时正是深夜 如果有如此多的凌乱刀伤 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打斗 而夜深人静之时 发生如此激烈的打斗 难道就没有发出什么动静吗 如果有响动传出来 那么住在婆婆隔壁的王英 难道就听不见吗 如果她听见了 为什么不及时喊来邻居 或报警求救呢 面对于民警的质疑 王英只说是夜里睡得很沉 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是早上才发现婆婆被害的 不信可以到村里去问问 对门的邻居就是见证人 王英还说 你们如果怀疑是我 可以到村里去问问 是不是我还不如婆婆的力气大 平时干农活的时候 她的力气可比我大多了 家中的重活累活 都是她在先我在后 根据王英的口述 警方对王英的邻居进行了询问 邻居证实 早上起来时 确实见王英在门口打走过卫生 两个人还打过招呼 后来听到王英的叫喊声 大家都赶到他家中 就发现赵初勤已经被害了 根据对邻居的调查 结合案情分析 警方认为 无论是从体力上 杀人动机上 还是对被害人的仇恨程度上 本来都不像是王英所为 既然是这样 肯定是外人进入家中作案 那么这个凶手 又是怎么进入王英家中的呢 凶手是如何进入到 王英婆婆卧室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从马路直接爬上 赵初勤家的院墙 再从院墙跳入院内 夜深人静 凶手杀害婆婆时 儿媳为什么没听到 警方似乎从王英身上 察觉到了什么 婆婆的遇害跟儿媳王英 到底有没有关系 婆婆出事了 正在播出 警方又勘察了室外现场 在院内勘察看到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 正房是四间大平房 王英的婆婆 一个人住东边两间 靠近东墙 而西边两间 是王英的丈夫住 因为丈夫一直没在家 西边的两间 平时只有王英一人居住 警方查看了院了结果 又走到大门口 晃动了几下大门 大门是铁制的 打开的声音很响 因此 凶手在夜深人静之时 是不可能从铁门进入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从马路直接爬上 赵初勤家的院墙 再从院墙跳入院内 同时警方注意到 王英的窗口前面 还留有一道小矮墙 这更方便地有人翻进爬处 而在这个小矮墙上 民警终于发现了 有人攀爬留下的痕迹 并且墙下的木板上 还沾有血迹 警方初步推断 凶手是翻过这个小矮墙 进入院内的 落脚点就在王英的窗口下 正常情况下 王英应该能听到跳墙的声音 办案门警还注意到 王英的房间 距离婆婆的卧室 也不过七八名远 她是个听觉正常的人 就是听不到跳墙的声音 夜深人静之时 婆婆那么大的反抗声 她怎么会听不到呢 然而 王英却一直坚称 没有听到 事业里害怕才没敢出声 或者当时不在房间 还是她另有隐情呢 外围调查的民警 在走访中也很快了解到 王英的丈夫 常年在外做生意 并且在外有个情人 所以很少回家 因此 和王英的感情也很一般 两人一直也没有要孩子 难道是因为王英和丈夫 感情不合 对于婆婆之死 王英故意知情不报 亦或者 婆婆的死 就是跟儿媳王英有关 警方似乎从王英身上 找到了突破口 接下来 民警围绕王英的夫妻感情问题 所进一步调查 调查了解到 王英虽然不满丈夫的外遇 但他自己与一名离异的男子 也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村民们还反映 这名男子多次到过王英家中 了解到这些 警方感觉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所以必须追根问底 通过进一步 对知情人进行询问调查 警方掌握了 这名男子的基本情况 他叫李军 今年三十五六岁 就在县城内的一个城中村居住 离王英的家 有六七里头 这名男子不正业 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离婚 从四个月前开始 与王英来往 掌握了这些情况 警方决定 立即对王英图审 面对民警的详细询问 王英显得十分慌了 前言不达后语 一会儿说不认识李军 一会儿又说 李军是他们家生意上的客户 只做过一笔业务 当办案民警问道 李军案发当晚 是不是来过时 王英开始浑身发抖 并对民警的追问 闭口不大 既然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王英为什么要隐瞒 他和李军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根据王英的反常表现 警方认为 李军具有重大嫌疑 决定尽快控制李军 在村民的帮助引导下 民警很快找到了李军的家 但进入李军的家中 发现这里是人去楼空 在李军的家中 警方勘察发现 室内地板上 占有几丝模糊的血迹 床单上也发现了几块血脑 办案民警对李军家中的 可疑线索进行取证后 迅速展开了对李军的查找 民警先是问了李军的邻居 邻居们声称 李军单身一人 开着面包车到处游逃 也不知道去做什么 反正在家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昨天倒是见过他 今天不知哪里去了 在村民们这里 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又调出了李军家附近 一个小超市的监控录像 查队录像发现 案发凌晨时 一辆出租车到过李军家门口 然后带着李军向村北驶去了 自己的面包车不知去向 又租车要去哪里呢 是外出办事还是畏罪潜逃 办民警们顾无的休息 根据监控录像的显示 很快就找到了这辆出租车 出租司机声称 夜里凌晨时 李军打电话来 说要去北方做一批药材生意 然后 司机将李军送到火车站 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李军去了火车站 声称去做药材生意 是真是假 警方步步追踪 到了火车站 在车站派出所的帮助下 办民警调取了售票信息 信息显示 李军是坐网通向南方的火车 而不是去了北方 显然他的话里有假 一连串的疑点 让办民警不得不对李军紧追不舍 当天晚上七点 火车刚刚进站停尾 民警们就登上了火车 此时的李军眼睛半睁半闭 似睡非睡的样子 见几位民警站在他面前 预感到事情不妙 吓得脸色辣白 浑身瘫乱 他承认 王英的婆婆正是他杀害的 但他没有料到 逃窜不到一天 自己就被民警们抓获了 婆婆发现了儿媳的奸行 儿媳的婚外男人 想出了怎样的招数 直接把赵书琴给奸污了 把他拉进染炕 让他无脸再说别人断除 原本想去奸污婆婆 为何却把他杀害了 是赵书琴在和他拼命 穷凶极恶的李军 便挥起手中的财道 用尽猛力向赵书琴砍去 故意隐瞒婆婆遇害真相 儿媳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 婆婆出事了 正在播出 警方根据李军的交代 又在村子后面的小河里 打捞到了李军丢弃的杀人凶器 被带到现场的嫌犯李军 回忆起了作案的前后经过 原来啊 就在四个月前 李军在微信上 结识了无聊的王英 两人很快暧昧起来 李军和王英接触几次之后啊 他发现王英的丈夫经常不带家 这让他胆子越来越大 他想 直接到王英家中 优惠得了 优惠了几次 没想到 被王英的婆婆赵淑琴 看出了猫肉腻 因此啊 李军让赵淑琴 好一番训斥之后 一直怀恨在心 因为赵淑琴的阻止 让李军与王英的优惠 不再那么方便 但他们暧昧了 才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 正在干柴烈火的兴头上 李军岂肯善罢甘休 他在和王英聊天时 就和谐 想个什么办法 才能制服赵淑琴 不让他出面干涉呢 王英就提出 花钱封住赵淑琴的口 李军急忙说 不行不行 这是关系到赵淑琴 和他儿子的脸面的大事 其实光靠钱 就能解决了的事 再说了 李军本身叮当不证业 哪有那么多钱送人呢 但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门道 李军受性大发指示就想 不如直接把赵淑琴给监污了 把他拉进染杠 让他无脸 再说别人短处 那样的话 他怕把自己的事张扬出去 就只能敢怒不敢言了 闭进嘴巴 装聋作哑 李军心情不满之时 对王英说出这样的话来 也有骂赵淑琴解恨的意思 但李军却没有想到 对于这样的提议 王英竟然默许了 这真让李军骑虎难下 自己吹了大话不敢做 那显着他李军多无能多窝囊 他可不能在情人面前丢了面子 案发当晚 浴火上身的李军 在家中猛地喝了一瓶白酒 边喝边想 今晚要一举两得 既占了赵淑琴的便宜 又解除了和王英相会的障碍 想到这些 他就放下酒瓶 开车向赵淑琴家驶去了 走到半路 由于酒醉后手脚失灵 一头撞在路边的树上 醉醺醺的李军 加大马力轰轰地倒了一番 由于陷入泥泞 车轮几番打滑挣扎不出来 正在兴头上的李军 再也顾不得倒车了 扔下车 向赵淑琴家摇摇晃晃走去了 到了地方后 李军爬上西院墙 从墙头翻下来 溜进赵淑琴家中 李军先是在王英窗前听了听动静 只是听到里面轻轻干咳了一声 李军也轻声地回应了一下 对上暗号后 李军想 先把赵淑琴这个老家伙收拾了 回头再和王英温存去 这时的李军尽管已经醉酒了 但他还是知道放弃了脚步 小心地打开房门 慢慢地撩起了赵淑琴的被子 一下盖在了他的头上 然后就扑了上去 脖头之中 李军脸上被抓了好几下 这让李军恼羞成怒 所以就卡住赵淑琴的下巴 在他脸上身上疯狂地垂打起来 打得赵淑琴发出连连吾瓦惨叫 可就在这时 李军感觉脚腕突然被人扯了起来 并听到王英的喝止和叫马声 李军明白 是王英见事情闹大了 所以过来阻止 李军心里有些埋怨王英 觉得他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疯狂之时 李军也顾得太多了 借着模糊的光亮 猛地一摇把王英踹到 只听到王英一声惨叫 气急败坏的李军也没有去扶他 可就在李军站在地上气喘吁吁之时 忽然 感觉后背被一件冰凉的铁器刺中了 像是一把剪刀 从叫马声中 李军明白 是赵淑琴在和他拼命 吓得他敢忙多事 从李屋跑到外屋 躲闪之时 甚至一下子碰到了桌子 然后就听到当当一声 李军知道 这是一件铁器掉在了地上 他弯腰一摸 原来是一把菜刀 捡起菜刀 李军心说 好你个老家伙 敢和我平民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想到这些 穷凶极恶的李军 便挥起手中的菜头 用尽猛力向赵淑琴砍去 夜光中 他对着赵淑琴 胡乱地砍了十好几刀 直到感觉赵淑琴不再挣扎 李军也累得气唇吁吁了 站起身来 缓了几口气 这才抱起已经吓傻了的王英 向王英的房间走去了 到了王英的床上 李军搂着王英好一番安慰 才让王英回过神来 然后李军开始做王英的思想工作 说两人已经是一条身上的蚂蚱了 如果破烂 王英也偷不了干系 到这时 已经乱了真假的王英 也只有对李军言听计从的份了 看王英渐渐稳住了心神 李军又说 给王英早上起来怎么应对 怎么处理和王英有关的疑点 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安 见王英一一答应下来 这才吻了王英一下 然后翻墙仓皇逃走 李军回到家后 烧掉了有血迹的衣服 藏起了沾血的菜刀 准备坐火车躲起来 李军认为 只要警方找不到他 这起杀人案就会不了了之 但几个小时以后 他却束手就擒 那李军和他的同谋王英 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 李军坦白交代后 民警立即抓捕了王英 面对民警的讯问 王英不得不承认了 自己和李军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而且在李军杀害婆婆赵书琴后 为了让李军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才向警方说了谎 案件水落石出后 村里是议论纷纷 谁也没有想到 赵书琴的死会与儿媳妇王英有关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同时大家也为赵书琴的死感到惋惜 很快 检察院以李军涉嫌强奸罪 故意杀人罪 以王英涉嫌包庇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庭上 李军对自己实施强奸的行为 是供认不讳 但李军否认自己构成故意杀人罪 李军便称 他并没有想要杀害赵书琴 当时因为赵书琴激烈反抗 他只是想教训一下赵书琴 他的行为不应该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么李军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故意杀人罪 故意杀人罪指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 但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不安中 李军在和王英勾搭成奸之时 遭到了王英的婆婆赵书琴的干涉 因此怀恨在心 后来就想通过奸污赵书琴使其封口 因赵书琴极力反抗未能得逞 李军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罪 在强奸未遂之后 李军气敌败坏 搏斗中用菜刀对赵书琴连续砍杀了十几刀 致人死亡 此时李军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关于故意杀人罪 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 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军死刑 而王英明知道李军已经杀人 但仍和李军密谋延迟报案时间 给罪犯逃跑提供机会 王英的犯罪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 法院以包庇罪判处王英 两年有期徒刑 收到判决后的李军和王英都后悔不已 李军离异后为了寻求刺激 到处沾花惹藏 为了一时之快 为了逞一时之能而杀人夺命 最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而王英呢 后悔当初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之后 没有好好劝阻 不是以感情来感化丈夫 而是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 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面对母亲的被害 王英的丈夫充满了自责 她明白自己有脱不掉的责任 如果她不出轨 就不会导致妻子王英的报复 母亲就不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对于王英的背叛及造成的后果 王英的丈夫是说什么也不能原谅 她果断地与王英离了婚 至此 一个好段段的家庭 就这样彻底瓦解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她寒心如虎将女儿拉扯她 女儿却不敢认她这个妈 绝对不能让母亲的出现 毁了自己的婚事 母亲忍辱负重 以保姆身份来到女儿家 最后却被冻死在寒风中 我杀死了我妈妈 我要自首 究竟是什么原因 酿成了这一出惨剧 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欲恨 女儿不敢认亲妈 明日播出